CIOC自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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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師推車 今天推這個 2019年的Golf GTI 它有分大P跟小P 小P是Pure 純潔的 Like my heart 重申一次 我都找女孩子去圖書館 這是上一集是不是 剛剛上一集講的嗎 它是1984cc直列四氣缸渦輪增壓 245匹馬力 37.8公斤米的扭力 還有爆玩數據的七速自首牌 DSG 人人聞風喪膽的DSG 事隔半年 從上次的RAPIT 2014年的RAPIT 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 4年到5年之後的DSG 有沒有改進 我跟你講 論壇都是這樣 我跟你講 人家已經改得很好了 都可以買了 很多網友都會反映 每次要買一台車 到網路到論壇去研究 研究到最後沒有一台敢買的 有人講這樣 有人講那台流水 那台已經噴水 那台怎樣 燈鏽 每台都問一下 沒有一台買的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它那個Pure 當時的新車是155萬 我記得Pure好像是低10萬 是不是 差10萬差什麼 來介紹一下 我很喜歡 我個人很喜歡它 這個霧燈的造型 有一點侵略性 很像鯊魚有沒有 還有我覺得它這個設計感也 滿好的 就是它裡面有紅色的這個 反光片的點綴 這個是好像在車子上面比較少看到 大燈裡面做出有顏色的這種 裝飾 你知道你在白天的時候看到的時候 也覺得這個車非常的有侵略性 而且它這個線還連帶到中央的這個 GTI的logo字樣 然後它也是GTI的卡鉗 然後它是配 25 35 19的胎皮 19吋的鋁圈 那這個鋁圈呢 如果是在小P 就是18吋的 這個是一個大P跟小P的差異性 當然最明顯其實是這個大天窗 你如果今天是Pure等級的 就沒有這個大天窗 然後這個內裝的喇叭少一顆 小P沒有重低音喇叭 再來下一個差異性就是內裝 你如果今天是小P的話 它就是這個 菱格紋狀的這個熔布椅 那你如果是大P 它就是這個 中間是幾皮的 旁邊是車紅線的 然後這個門喔 我覺得這個門 讓我印象很深刻 它的那個Catch 就是那個叫做鑰鏈 設計的超級無敵有夠重 關起來超紮實 Golf每一代的設計 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它的特色就是吸柱非常的粗 好 Golf的第二個特色是什麼你知道嗎 一般呢 車頂應該他們都會做一個那個 像排水條 像是裝那個行李架的 但是Golf每一代都一樣 它做的都是平頂 沒有任何的那個水切 都不會有那個架子 熏黑的尾燈有沒有 再加上這個 一個一個的燈條 流水燈 晚上跟在後面 帥 那後面就是雙觸位管啊 然後後車廂透過翻這個mark 可以拿起來 然後這裡面 有一個那個 倒車鏡頭 對倒車鏡頭 你在倒車的時候它會翻開 好看一下後車廂內部 重丁喇叭在這邊 丁 奧迪喔 這裡有一個耶 補胎計跟這個打氣機 好然後這個是什麼 我跟你講這很重要 防盜螺絲 防盜螺絲 每一次我們要把人家換輪圈 就是在找到這個 這才開始什麼 三角排 有一些車子設計我覺得很討厭 那三角排像上次Lasus 做那麼大一片 你不知道把它放在哪裡 你丟到後面那邊 把它轉彎這樣 你就給它一個位置放 你看那個Lasus那個ISF 拿一個紙盒子攪一個三角排 然後就丟到後面 好 給你了 就倡菜了對不對 至少說像有些車它會用一些 魔鬼氈或束帶 讓你固定在邊邊啊 或者是找一個 這個備胎座的位置 尋個設計德桶 剛剛好Match 塞進去有沒有 他就不會亂動 你不會企股口口 那不是很好嗎 看裡面 全彩的液晶螢幕 好不好 欸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Lay Fit大面板 Lay Honda的9.2吋的大螢幕 然後它中間這個都是這個鋼琴的烤漆面板 然後恆溫空調系統 好那這邊很多按鈕啦 你MODE你就可以選擇一些駕駛的功能 節能運動一般 然後駕駛的功能 自動停車 停車輔助系統 然後這個按下去 你就會看到這個監控路況 有沒有 那方向盤設計是平靶的 GTI的四樣 其實它方向盤設計的這個直徑 其實是比較小的 中規中矩啦 那這邊就當然就是一些 自動跟車系統的控制啦 右邊當然就是一些這個 你在看一些行車資訊 這個資訊我還說 大概這個可以玩很久 這台車買回來 你光研究這個介面 你可能就有研究一兩天 功能好多 天窗可以整片開拍一下 天 它可以上翹 然後可以整片上去 很大 好我去坐一下後座的空間 現在前面是我開車的一個乘坐空間 等一下我要講什麼 呵呵呵呵 幹它就這樣 我覺得這個等級 這個尺寸的車就是 就是這樣而已 我已經說到不知道要怎麼說 然後它這邊一樣有設計掛鉤 然後它除了這邊有掛鉤以外 這邊也有 然後中央獨走 就兩個杯架 它這杯架可以調整 它這邊做設計一格一格的 你可以調整杯子大小 這樣比較省錢 它如果設計那種有彈性的 要花比較多錢 好像是前一代的Golf吧 它前面的杯架 還設計了一個開罐器 插在中間 插下去你就可以 區分兩瓶飲料 你如果想要整個是一個置物盒 你就把那個開罐器拿起來 它就整個就變成一個置物盒 然後這還可以再拉開 拉開 那個有時候忘記出去玩 忘記那個東西放在後車箱 有沒有 就叫小朋友在這邊挖 八顆喇叭 八顆喇叭沒有特別多 八顆喇叭就前面高音 低音後面這樣六顆 後面再兩顆 沒有啊在哪 噢 上面有高音 我想說八顆喇叭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八顆喇叭 可能會比較細膩 但是一般 像我們上次拆Coplus 其實它就是用同軸喇叭 就是把高音做在低音的中間 只有一顆喇叭而已 叫同軸 那它只是把同軸喇叭分開 省錢跟這個好像很屌的那種差異而已 可是其實我們之前馬山的時候 我講過那個音響 音響其實還有區分 你如果門板做得厚 其實你的門板本身就是一個音響 所以你如果這個做得夠扎實 聲音出來會有彈性 好小顆 你看 其實它引擎不大顆耶 但今天這台有一個特殊的地方 看一下這螺絲熱轉 有沒有 然後你看這邊的烤漆比較白 而且這邊都亮光了對不對 那你來看這邊 這邊是不是比較黃 對 而且這邊沒有亮光 對不對 所以那塊葉子板是不是有換過 而且啊 你不只要看葉子板有沒有換過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有保險 假設已是秉事 可是有時候你一插撞到對不對 保險公司一定就是回原廠 就叫你全部換掉 所以你接下來你知道 它這個葉子板換掉 你要往裡面看 它裡面的結構有沒有問題 然後你看這個引擎蓋 螺絲 這個邊邊 有沒有看到很醜有沒有 它這個有轉過又補過漆 接下來你要看是不是撞到裡面來啊 那我們就看這邊 這邊的漆 有沒有發現 跟這邊是一樣 是沒有亮光的 跟這邊是不一樣的 所以代表什麼 它這一整條箭尾 我們上次在S-Trade有講的 箭尾是好的 所以這個我們就可以判斷說 它這個是表皮的擦傷 那可能有稍微有擠壓到這個 所以這個跟這個換掉 我跟你講啦 那個現在就是 你只要去保險公司回原廠 反正是保險公司出嘛 對不對 能抱多高就是多高 其實我們遇到很多案例 不太嚴重的碰撞 你知道原廠一爆 我幹十萬 你知道嗎 你會嚇到 那個是高到你會嚇到的金額 我跟你講通常啊 你知道外廠三四萬就搞定 我之前啊 後葉子板 我的A250 平衡那邊 今天A到有沒有 我原廠是跟我講 整個換 整個要換 跟我報價 好像十二萬十三萬 結果我自己 到我們自己的烤漆場 板出來 掛烤漆 弄起來一萬塊就搞定 不是因為是我的車喔 是因為它的確 只有一個葉子板 凹進去而已 可是它卻要把我 整個後葉子板切掉 然後爆了十三萬 其實那個 老師傅慢慢板金 防鏽再做一下 做得很漂亮了 外表看已經 完全看不出來了 一萬塊 你就知道多可怕 真的啊 有些客人 因為這樣子 撞到原廠爆十幾萬 他車就沒錢修 還去借錢修 可是有時候真的我覺得 不要跟自己荷包過不去 有保險 當然很多人說 保險賠十幾萬好棒喔 我一年花了兩三萬保保險 幹一次十幾萬 我就賺回來了 我跟你講事情不是這樣 你賣車的時候你就知道 全部都換掉 都被扣錢 所以這一台車啊 目前市價在賣 應該都會在 一百二十五萬左右 那我們賣一百一十多 我應該不會賣超過一百二 一百一十多萬 價差嘛 再加上它的里程數 其實2019年 現在才第二年而已 跑四萬其實有點高 把它反映在這個售價上面 我就說二手車不是說 有狀況不能買 第一個有沒有商號組結構 第二個有沒有便宜給你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你有告訴我 然後沒有商號組結構 然後你又便宜 那你便宜我的金額 買方覺得夠 那你就可以買了 那你說啊可是我這樣子 我現在買便宜 我以後賣不是 會被下一個人嫌嗎 會被車商嫌啊 你會不會喔 那你買的時候你就買便宜了 你賣到也賣便宜啊 很合理吧 好啦 這是跟大家分享 但因為這麼貴的車 坦白說 上號組結構我也不敢賣 對啦 看來第一次買GTi就中槍 就撩錢 不行嘛 好 出去試車 走 它這個新的 乳型感就少很多了 所以人家說 那個DSG變速箱有沒有 要買越新的越好 一直修一直修改 一直修改一直修改 它這個變速箱的設計啊 我覺得起步的時候啊 會有一點緩慢 沒有那種 充的感覺 這種感覺很像以前 我們在改那個地 改一個那個蘆株啊 蘆株改重的時候就會這樣 起步的時候啊 聲音很大 然後有點重拖桿 可是速度起來的時候 拉尾速 尾速就會很快 有點那種感覺 類似啦 但沒有以前那種 蘆株那個那麼嚴重 它也有點像渦輪磁式感 可是我有一點搞不清楚 應該是 不知道是變速箱的設計 還是渦輪磁式的關係 太不太舒服 它那個起步的時候 有一點拖的感覺 這一台喔 回去輪胎要換 充滿滿的胎噪生 這台是2019年的嘛 它已經跑4萬了 這個因為它住在桃園 它的生活圈在北部 所以它就 有時候蠻平凡 跟它大概一樣喔 它比較聰明 在台北租房子就好了 沒有 油錢算起來比較便宜喔 你說比租房子便宜 怎麼可能 血汤有腳包 然後這個超大聲的 我昨天被它嚇到 你現在是要玩假的 你實在大聲什麼啦 這台車我 拍動態限動的時候 就很多人問 然後我都覺得說 它這有什麼好問的 所以我就決定要先試看看 再慢 試開了以後 發現這他媽的壞 這個就是CP值很高的一台車 它一樣有幫它換檔 一樣我現在可以退檔 七速自走排 那我一樣長按 長按住這個換檔間 好嗎 還在跳 還在跳 而且它這個底盤 這一次精進很貴 那這次它前軸 有做一個電子抑壓的線滑插速器 讓它這個車子在過彎的時候 動態反應很好 讓你開起來更穩定 那底盤真的這一次 這代的購物整個設計是很棒的 它整個已經開起來讓你覺得很奇怪 底盤很凝巧 已經把以前的那種重量感 我所謂的那個重量感 是開起來的感覺 我指的不是它的車重 它已經開起來 已經比較沒有讓你有這麼重的那種重量感 我昨天有想到研究了一個 我們有一台一樣2019年的這個BMW 118 新車是151萬 那這個大批 Golf也一樣2019年 那它新車那時候是155萬 然後到了二手車的那個搶手程度 保值程度 Golf進來118 這是以前比較少發生的狀況 Golf的保值性 你怎麼想你都會覺得應該BMW要比50保值 可是就在這個GTi上面顛覆了這個事情 你看它旁邊還有這個七分噸 七分噸 它的那個油耗官方公佈是11、13、15 市區11嘛 平均13嘛 高速15嘛 來我們來把它調到運動模式 它這邊有個MOD 按 它這邊就調一般 按 運動 它馬上排氣管的聲音就不一樣了有沒有發現 嗯 然後退檔 退檔 它會拉轉 就跟那個S 我們之前開4S5一樣 對 有沒有 再退 有沒有 排氣管的聲音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加速非常的快 換檔也非常快 我說現在其實大部分的車換檔真的很快 其實我一直覺得Golf是吸力值很高的一台車子 包含它的底盤設定 其實真的稍作改裝 晶片稍微改一下 這個車要改到三四百匹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困難 再加上說 對岸很多的忠實的愛好者 所以他們就會研發很多這種相容性很高的套件出來 所以就造成說其實你在改裝上面啊 或者是你在這個養護這個車方面 其實相對真的容易很多 這很好玩的一台車 CP值很高的一台車啦 它真的如果以它給你的這些配備馬力數據來講 跟它改裝前衣來講 它就已經超過以前的喜美那種感覺 以前喜美為什麼會賣的好 就是因為它本來底盤就做得好 它引擎又做得好 然後改裝的那個套件多 所以年輕人就很喜歡開那個車子 Golf的GTI也一樣喔 花這個錢買這個車算CP值很高 你後面要怎麼玩 真的是怕你錢不夠耶 以前都很羨慕人家喔 第一個有錢買新車對不對 比如說二十幾歲像阿丹你們這種年紀的時候 幹什麼同學媽的就不可以買新車 我跟你講沒有自己賺的啦 二十幾歲跟我說自己賺買新車有啦 很少啦 有錢買新車不夠屌嘛 因為可以分期付款 媽媽也可以分期付款買給小孩對不對 有囉 新車回來就改 然後就開始排氣管啊 什麼都開始改 你的車都新的你就開始改了 然後媽的改都改那種進口的啊 什麼媽的鞋子管什麼小的 哇幹就覺得好有錢喔 怎麼會好羨慕有沒有 我們這檔是假設我們買得起新車 東西都新的嘛 輪胎也新的避震器也新的 先用一陣子 慢慢存錢嘛 把它用舊了之後 再來改避震器 改排氣管 改綠圈 沒有要新的回來就改了 孩子 這是現實的差異好不好 不要再怨天遊人 當這個比你強的人都這麼努力的時候 我們就在家裡休息一下 學會投資不如學會投胎 來 它換檔很快耶 比如說你起步到時速50的時候 已經換到五檔距 這是DSG的一個特性 包含現在我們已經到了這個運動模式 它換檔 它換檔還是跟你升檔還是升得很快 永遠會比你預計的還要多一至兩個檔位 它會一直往上跳 它轉速不會太高 我最喜歡退檔那個拉轉速的聲音 所以這個你只要稍微改一下排氣管 它就會放炮 你知道放炮就是在 你退檔的時候 它拉轉速 就泡泡泡泡 來走 喔 爐形了 你看 S模式的時候就有爐形 好不好 我現在放掉了 看它有點爐形 可是坦白話講 真的跟以前 比 好我們那時候RAPID2014年左右 2015年那左右 真的這個爐形的 頓甩的感覺真的好很多了 我是坦白還是有啦 真的還是有 它這個過彎 有一點像我那時候開M3的那種遺會 你永遠都覺得好轉態已經 我覺得它這個已經幾乎是把前驅車的那種 會推頭的那種感覺 經由它底盤的一個設計跟操作 已經把它修正很多 我已經會有那種過彎過過頭 我剛剛其實兩個彎過彎都過過頭 你以為轉這樣子差不多對不對 事實上太多 而且那個彎過了之後你發現 你還沒到極限 還差極限很遠 可能我技術比較不好有可能 但我覺得這個底盤真的做得很不錯 因為這個車外面你在買 有時候你很怕買到那個改裝過 然後它在賣車的時候呢 把它改回來 因為改裝很多錢啊 避震器也很貴對不對 鋁圈也很貴 晶片也很貴 東西拆走很多東西卡錢 全部都改了 然後你全部都把它拆回來 那事實上你買到一台底子 可能已經被操到不新的車子 所以買這種車你除了擔心 有沒有比較重大的事物以外 你還要很擔心說 前面的車主有沒有改得很尿 它改得很尿 我都建議你不要買 那你如果像我這種老孩的車就可以買 我們買了一個 比如說我們買一個Golf GTI 我們可能花了一些錢 改了排氣管什麼 其實事實上 我們能夠開快的那個次數頻率也不多 我們這個出來開兩趟路 喔 腰好痠喔 我回去休息了 時間到了 喝魚嘛 吃肉有三次嘛 喝魚肉肉 這車動態真的笑笑 開起來有點瘋瘋癲癲的感覺 因為它太靈活了 很有可能說 你的思考跟你手的手術 如果跟不上它的話 你就很容易過頭或是不夠 所以真的是蠻有趣的一台車子 你如果一百出頭萬 可以買到一台這個車 真的是蠻值得的 因為你開一台Golf 你在路上 你真的可以電掉很多的開雙逼的 你像以前那個時代 你開一台Impressa在路上有沒有 就很難遇到對手了啦 我跟你講現在不行了 你開一台Impressa 你開一台VNW 在路上 有時候你遇到這種車啊 你一不小心就被電掉了 所以現在以前的那種優越感已經不見了 真的以前開Impressa 開有渦輪的車上路是有優越感的 因為路上的有渦輪的車 真的那時候是很少的 那時候很少 現在你真的你開一台Impressa在路上 真的沒什麼了不起 你開雙逼 你開在路上也沒什麼了不起 奧迪也不一定很了不起 在路上你遇到一台GDI 就是就海放 這是真的啦 當然不是說 一開車出去就是要比賽嘛 反正因為我們在講車的頻道 我們本來就是要講說 這個車它買的點在哪裡 我要想安吉看齊 我要把輪子聲音弄出來 好不好 有吧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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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這麼傻 他媽的 前面那還很熱血 前方有機桶嗎 他每過一個彎就看他的箱子側一邊 我跟你講啦 你開那個車有沒有 30輪子就機了 有時候有一些貨運司機大哥 你這樣會為他感到擔心 你知道嗎 他每次過一個彎 你就看他車子傾到不行 你知道嗎 有的甚至還超載的 那個很可怕 還加高 那其實真的會 看了有時候我們跟在後面 我覺得很替他擔心 這種就是我一直常常在強調 就是說 它這個避震器 讓你在過彎的時候 它徹底抑制得很棒 可是當你在低速過一些坑洞的時候 它並不會讓乘坐的人 感覺到不舒服 它並不會有過多過大的彈跳 那這個就是我常常在講 我最喜歡的一種避震器 它不是一昧的去加硬 加重 我是講 你不敢擔心地說 你要去跑高卡 跑F1 你有擔心地說的話 對不對 可是其實擔心地說 也不是好的 你會頂到最後把你的避震塔頂裂開 你知道嗎 你一躺到庫拉 都沒有吸震 然後就直接傳到你的避震器上座 年輕的時候很多改避震器 改到那個避震塔裂開的 那裂開要怎麼辦 沒救啦 那就是修補 燒啊 黏啊 噴漆啊 汗啊 可是那強度都已經跑掉了 就不行了 哇 它真的開滿快的 它開很快啊 我就說它開很快 你要抽車耶 它一直操耶 我跟你講哪裡的車最強 蘇花的菜車是最快的 我看人家 我跟你講你追不到它 讓你開GTI你都追不到它 那你屌啊 眼睛閉著路線都已經背起來了 你看喔 它這個忽然就是你降下來 再起步的時候 真的會有點美麗 但是它速度你讓它起來 好想起來以後 好想再也就很好開了 所以這台車的標題就是 70公里以上的好車 那60以上就很好開了 那60以下就有點貴貴的 比如說我現在煞車 後面每天 我現在再加速 中間空 就是空空的 會有點壓力沒有建立的那種感覺會出來 今天的2019年的Golf GTI Performance大批 就分享到這邊 下次見囉 拜拜 第三次 覇一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覺得浮世很討厭一點就是它這種塑料感都超重 從以前就這樣 雖然是軟的 可是我不會形容耶 不過它很乖啦 就中規中矩都黑的 可是你看它這個也不會有那個 它也是一開就直接LED亮 沒有那種 滿亮的 我喜歡那種感覺 我是注重零肉合一的人 你能得到我的身體 你不一定能得到我的靈魂 所以如果有女性的觀眾朋友 你如果有一天你得到我的身體 你得不到我的靈魂 所以就盡情的得到我的身體吧 我來自賣的支持者 我來自賣的支持者 我來自賣的支持者